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它兴盛在皇家宫廷里神秘高贵 有记载说是皇帝绕着走的地毯 这是一件什么样的物品 让他们为之痴迷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记忆 让他们奋力追寻 系列节目 我奋斗 我幸福 公坛 秘义 最近 北京公坛记忆第五代传承人王国英 接到了一项艰巨的任务 制作一块在历史资料中记载的 原产自新疆的十六花韩金地毯 因为可以找到的资料非常有限 再加上王国英是第一次 制作这样的盘金地毯 他感到了空前的压力 过多的往那方面想 古坛这方面想 公坛起源于宁夏 是富有宫廷特色的手工艺制品 自元代起就成为皇宫的御用品 而在众多公坛中 最能体现艺术价值和皇家风范的地毯 当属坛基坛 将传在古代 作为进贡朝拜皇帝的礼物 被使臣带入皇宫 坛基坛曾经是雍正乾隆 两位皇帝的真爱之物 只有在重大事宜中 才被皇家铺设使用 在以前的记载中 也是有重大仪式的时候 皇帝才把他拿出来铺在地上 记载说是皇帝绕着走的地毯 皇帝都不舍得采 别说这个普通老百姓了 盘金坛是我们在学徒的时候 就师父就跟我们说了 说你们好好学 将来以后你们能学会了盘金坛 这就算你们有处于 因为盘金坛属于最高精的产品 它是前后盘的 前的盘金后的盘丝 经过卫线 有酣味有细味 进去连锁 把双面连锁在一块 这样的 原来宫廷里头有一个应用作坊 人家单织这个 应用作坊里头 都是单在一个房间里头 织这个一架机子 它单织 因为制作工艺的特殊性 加上黄金与地毯的巧妙结合 使得盘金坛存在的几百年间 它的制作记忆方法 一直都是一个未解之谜 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盘金记忆已经消失绝迹 但是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的出现不仅揭开了 这个古老记忆的神秘面纱 还将它的制作方法复原 并传承下来 我83年上的地毯机工学校 然后呢 在那儿接触到地毯 那时候只是一些 学一些理论性的知识 85年上的北京市地毯舞厂 新产品师是车间实习 跟那个康叔 那时候康叔是车间主任 那个新产品师车间吧 一直人员在办变动 可是我呢 一直在坚持 没有干别的 86年呢 然后毕业以后 直接就分配在这点 然后一直从事 地毯编织记忆的工作 2003年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法的确立 为抢救 濒临失传的宫廷盘金记忆 在都方的努力下 北京市成立了 专项抢救小组 专门致力于 恢复传统的盘金记忆 康玉生 王国英 都是专项小组里 重要的成员 来啊 帮助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识 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后来我们就到南京金波厂就访问说能不能有金线 他说可以有 你看我们人也有样子 说要定做的话我们这些老公都退休了 我还得反聘回来 所以这还是因为我们这儿开发这个抢救这盘金坛 而且南京金波厂人还想救了金波线 金线是盘金坛中最富惠华丽的部分 制作过程中使用的金线都是由专门的匠人 将黄金反复垂打成金箔纸后 再将金箔纸经过处理 切割成一毫米宽窄的金线 并缠绕在绵线上 形成了现在使用的编织金线 编织金线 我从47年开始学徒一直到200年退休 终于我退休以后 建造真正的盘金坛 亲手能够支出真正的盘金坛 我心里挺高兴的 我说满足了 我说在这行业里头 我说算满足了 如今 制作十六花盘金地毯的监具任务 落在了王国英身上 他不敢耽搁 第一时间通知了设计师曹彦宏 曹彦宏 是盘金记忆抢救小组中 唯一的设计师 也将是这次盘金坛 制作的总设计师 接到任务后 他立即找来绘图师傅 推敲编织图样 通常我们画一块地毯都是 比如说画四分之一就足够了 剩下的就可以对翻 拷贝 都是手工的 我们都是纯手工的 放大样工序就是把我出的小样 变成一比一的能制作地毯的大样 现在这张就是那个能制作地毯的大样 结果这块毯子是 哪块跟哪块都不一样 所以要完全四分之四出这样的大样稿 出大样稿也是很难的 在整个这过程中我们也是一起推敲 因为这一次制作的盘金坛 具有浓郁的新疆特色 再加上制作图纸没有规律可循 曹彦宏只能依据参考图片 最大程度上还原盘金坛的本来样貌 当时的工匠就犯的错误 我们现在也只能按错误来 那个时候人制作也有时候很随意 不像咱们现在这样特别特别的所谓的规矩 咱们在找规律 但是它没规律 你看它这块完全是蓝色的花 然后移到上面这完全是红色 从恢复传统盘金记忆到现在 真正掌握盘金编织记忆的记师 也不过五六个人 而仿制盘金坛的难度更大 在全国范围内能够独立制作 盘金记忆的记师不足十人 从一幅画织作成一块坛 这不仅对制作者的记忆有严格要求 两人甚至多人协作时 手法 力度都必须达到高度一致 稍有不慎 所有的努力都会功亏一篑 因为每个人手法终归有区别 它横向的不一样 重颂向也不一样 王国英准复复原的这块盘金坛 最难的就在于运用现在的编织技术 还原古老的制作技法 面对传统与现代碰撞出的巨大考验 想救小组的成员们 又该如何攻破难关呢 戏目 是千锤百炼的涅槃成长 是精益求精的完美战法 是生死度外的责任担当 是永不延弃的逆风飞翔 新时代 我们迎着梦想阳光砥砺前行 在奋斗中书写人生绚丽华张 我奋斗 我心疼 记录我们新时代的追梦历程 古时候的工匠制作盘金坛时 并没有使用严格要求的画稿 在盘金坛的制作过程中 随时会有新的变化 所以在无形中 给王国英的编织工作 增添了困难 因为没有规律可循的编织技法 是最难把握的 人家一旦坐在这儿了 人心就静了 什么也不会瞎想 就会坐踏实坐在这儿干活 稳稳当当的 磨梅了 咱们拿底瞄一下 哪个地儿 与普通地毯的制作工艺不同 盘金坛的制作 只能依靠济施纯手工编织完成 根据计算 制作一平方英尺的120道盘金坛 需要济施 编织14400个线扣 而一幅完整的盘金作品 通常都会编织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个线扣 才能完成 本以为利用现代化的处理技术 可以更高效地编织传统盘金坛 可适时却给了王国英重重一击 传统盘金坛中的很多工艺 是高精尖的机器处理不了的 他们将经历一次又一次 推翻重来的艰难抉择 机械化生产 但是机器中归是人设定的 但是好多设定的来说 它像单色调的图案什么的 它地毯它可以制作 像这盘金坛 而且特别是像我们弄的玉堂富贵 这种色彩比较复杂的盘金坛 它就是极其替代不了的 它色彩上有一个过渡色 过渡色呢 你看啊 像这个深的 这就是一色 然后往浅的 它需要往深的走 往浅的走 然后就中间掺线 然后过渡过渡过渡到在这 前期是一个坛 一个画稿 然后呢 我们通过画稿去染色 去染色以后 然后毛沙的阻塞 阻出来这个效果 觉得更符合挂台的要求 更符合那图案的要求 所以就弄出这一色 这种方法呢 就是说 一般情况下是机器代替不了的 看到这个了吗 它就把这图案 一比一的图案 画在这镜线上 然后把这线 组了 你看这有一套线 从深浅 深到浅的变化 然后根据需要 织到这坛子上 最后出来这个效果 就是不管活多啥 你单根算 不管怎么算 它只要装它 不是吧 他们那个 都是那个 一头粗一头细的 我看他们那个弄的 你看谁弄的 你看他们 我看他们那边 由于徒弟的操作不当 王国英这一剪 就剪掉了徒弟花费半天时间 才缠好的线圈 对于徒弟的失误 王国英都会耐心讲解 有时候 讲解不明白的地方 他还要亲自上手 常年累月的制作 让王国英的眼睛大不如前了 那个错了 不知道怎么是正确的 师父光自己干了 这次不着急 师父告诉我们 上次有点着急 对上次有点着急 这是现在知道了 也知道 走拉又动 走拉又动 有一次今天也不会犯 同样的错 我的俩 我苦着俩干也是一天 叫着俩干也是一天 你说哪个 相比一下哪个会效果好 轻松点呢 赶活轻松 然后出来的成品也会好 走拉又动 这对了是吧 这下明白了 刚开始不明白 这徒弟呢 因为我这徒弟的 来的时间不同 所以就传授的 记忆的水平又不同 每个徒弟会出现什么现象 你脑子里得有一个印象 他干的什么程度 那个徒弟 可能我们这个习惯吧 那个徒弟干什么东西 在我们脑子里 都能干什么 和干出来会什么样 我们脑子里都有一个概念 这样慢慢地就说 让他们能单独地去制作 或怎么着整体过程 真正地掌握这一项记忆 这块塔子就是现在看有点黑 完了抽到铺里完了就好看了 第一次一开始 织着的一个线 我觉得还是这个 更加像这个骨毯的风格 特别是这个红 更加像咱们这个骨毯的风格 这边由于徒弟的操作不当 王国英刚剪掉了 花费半天时间 才缠好的线圈 那边设计师曹彦宏 又做出决定 要拆掉 已经支了半个月左右的毯子 这一次又是因为什么呢 这次这块塔子还是真是 头一回这么大动 比如说都支了一寸多了 小两寸了 然后再拆再动 这也是让我们非常很纠结的一件事 拆吧就付出了那么多 不管是人力物力也付出了那么多 不拆吧 整块塔子 整体效果要受到一定的影响 所以得了一咬牙 重新染色 重新再支 一开始制作拆了我也很心疼 也有工人的付出 也有这些原料的一些耗费 大概支了得有十天半个月了 但是真的是感觉颜色非常非常不像 你想啊 十六花它应该代表美丽 它是大红色的 它在新疆 它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说法 经过考虑了半天吧 还是拆吧 就给拆了 对于来说 反骨毯来说 它有一个变化 我们没考虑 像我这没考虑这么多东西 所以在那个 我们俩研究时候 我们都没有过多的往那方面想 骨毯这方面想 所以再出现了一点纰漏 然后再制作 我们造成的一些柴火 其实这种对于挂台来说 这种柴呢 也正常的 挂台来说 以前挂台呢 好像有一段时间都没有定额 因为它在织的时候 经常设计师啊 或者跟着织坛的本人 在创作的过程中 要有些新的想法 有一些觉得不合适 所以就要拆 对 所以在定额上 并不是十分死 不像是地毯 织那个普通地毯 一天要织多少 有定额 挂台 艺术挂台呢 多少 要融出这个份来 大环境的 整个对工艺美术行业的 这种重视 整个对这种 宾威记忆的重视 这样起码把这个 记忆保住了 保住的同时 去开发它 这边纺织古坛 还在紧张地制作着 王国英又接到了新的任务 制作十厘米见方的 纪念版潘金坛 相对于大幅的作品 这次的小幅作品 王国英完全放手 让徒弟编织 因为时间紧张 再加上 盘金坛的制作记忆复杂 虽然只有十厘米见方的 一小块坛子 都需要徒弟 制作一天的时间 以前没接触 但是喜欢这种手工艺 那时候以为人挺多的呢 到这一看 这天里就那么几个人 人挺少 就要断代了 我师傅是最后一个吗 一块完整的盘金作品 需要经过大大小小 十一道工序 除了制作 修剪等各种工序 还需要专门的师傅 进行修改 无论盘金坛的大小 所涉及到的工序 一个都不能少 制作好的盘金坛 在经过老师傅的细心修剪 一块精美的作品 就这样产生了 其实有些东西记忆和图案什么都需要 一步一步完整 因为每个时代都有时代的风格 因为它要在这个记忆 不仅要传承 还要需要一个发展 它要发展就会有一个新的 现代的东西知识 去融物来这里 所以它需要不同的去观察和研究 如今 越来越多的专业院校学生 开始接触并了解传统手工盘金记忆 一项激与失传的记忆 一群坚持恢复的匠人 他们用执着留存住了 盘金 这项古老又辉煌的历史记忆 这项古老又辉煌的历史记忆